一个礼拜前 陈水扁出面鞠躬道歉 坦承在国外有钱 引爆洗钱疑云 不过这真的是认错吗 恐怕未必 22号下午 陈水扁在参加完福伦社活动后 晚间随即透过办公室幕僚 发表一篇名为 执政不能靠清算斗争的声明 来强调清白 陈水扁劈头就用双关语表示 钱是干的 是不能洗的 钱是干净的 没有脏 是不需要洗的 请大家相信他 应该面对的绝对不会逃避 陈水扁也指出 吴淑珍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保留部分的钱存在海外 但绝对不是为了一己之私 也不是为了留给子孙 而是要让他卸任后 可以为台湾国际外交和公共事务做事 因为民进党每个人都向他要钱 他要向谁要 一年就要负担1000到1500万 加上民进党没有党赢事业 没有党产 所以他只好把选举木兰的钱 拿来应用 陈水扁更强调 两次总统选举 他总共捐出3亿4千万给民进党 就是用选举木来的 和选举剩下的钱来支付 他在声明稿中也提到 洗钱案会闹这么大 完全是因为国民党的政治迫害 因为2000年他当选总统 国民党不能接受政党轮替 认为他犯了所谓的窃国之罪 因此要给予严厉的教训 到了2004年连任 又把责任推给两颗子弹 还说他不配合 所以无法查明真相 但现在政权都在国民党手上 监察院也可以重新调查 国民党这时候却不再提起 让他承受4年的冤屈 又没有人主持公道 他表示成王败寇的政治路 他早有准备 他不会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只不过细看整段文章 不免又让人联想 是不是又想借着分裂族群 来模糊焦点 好 就好